知识 勇气 还有成长的信念 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 但是玛丽玛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 多加了一种成分 化学物UFO 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 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 玛丽玛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 打击无趣 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 今天你有点无聊吗 有点兴奋吗 有点难过吗 有点想睡觉吗 有点闪闪吗 有点撞谎吗 飞碟有一点 有点想睡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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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一开始会送上这首Bipolar Heart 除了我们常常真的心就是在两极百当之外 还有今天等一下会有一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你看他的专辑介绍 你就会觉得好酷啊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完整的概念专辑了 然后里面的这些 我们等下请他来的时候再讲 我现在先透露一下呢 你看我现在马上就是一个Bipolar Heart 我先透露一下好了 就是把观察到的现代人的一些心里面的纠结 变成了一首一首的歌 每一首歌都是一种现代人的疾病吗 疾病就是词用的比较重一点啦 现代人共用的情况这样子 那其中Bipolar也是啊 就是那个异变的心 一下子会觉得要吗 一下子嗯不要吧 如果你有看最近的幻成恋爱的话 您又回来了 您应该会有更多更多的感觉吧 从一开始说 邀请来上节目就是为了要复合的 结果在中间根本就不理人家 然后到后面又死去活来 好像要把人家抢过来 怎么这么奇怪的Bipolar Heart 您现在已经看到最新了是吧 对啊 您发了 我看到您发了一个限动说 搞事的人家心 只要在这场波澜当中 各位各位各位全员注意啊 现在有个兄妹上档了 想必在播出这个集数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点高潮 让我们会失去我们听众 各位请加油 蛤不行不行 我难得参加节目了 绝不能这样被盖过去 我们集体来搞事吧 他们早就已经制作完了啊 他们哪知道啊 但是真的觉得 而且他们前面一直在讲说 季州岛才是重要 季州岛才是真的很特别 然后一开始我想说有吗 真的有吗 就越看到后面就觉得 哇真的很不一样 然后他们的 真的会被20 像是20小时关在那个岛上 关在那个屋子里 所以你的那个压缩跟互动频率跟 你说互动频率又更提高了 对 我另外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觉得啦 当你的环境没有办法很整齐干净的时候 你的心也是没有办法很整齐干净的 对啊就是看到他们那个东西一直乱丢 还有他们的行李箱都没地方放啊 房间太小了 就打开就散乱在那边 觉得不行不行不行 可是不觉得很妙吗 房间这么乱 但是一踏出去就是一望无际的 海啊草原啊 什么各式各样的地方 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厉害啦 就是感情这种事情可以让你从早到晚到半夜都可以一直约人聊聊吗 聊聊吗 聊聊吗 要聊聊吗 要聊聊吗 说怎么有这么多可聊的啊 喔喔喔喔喔喔 一定要聊一下的啊 啊问你不准 因为因为没有在 呃 换成了就是在里面没有在跟你有对象的人 或是你想复合的人聊天 就算你没有在为了感情聊聊的 也会在自己屋子里的一楼 跟其他的朋友们聊聊 就是无指定的聊聊 可能会不会就是一直会有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 现在要聊现在要聊 就是你不能真的累了就睡 然后自己走来走去 我真的是看不出工作人员会进入的痕迹在哪 就是我觉得很难去抓到 光是他们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想要 可以传简讯啊 可以告诉他说现在那个谁谁在那里 然后你去那边坐着 或你去那边聊天 或者是那个镜头架的方式他们有时候想要避开说这边应该就是没有没有地方拍的到吧 就还是都拍得到对对对对对 非常的妙 有有设置好捕捉你们这些小动物们 我只是觉得很特别是人家都说韩国人在这也是听说的就是韩国的文化说你不可以在外面就是大啦啦的表示你的情感 就是不可以像你啊 你们是不是摸另外一半不可以的啊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的啊 是会被人家就是觉得很糟糕的 对啊然后可是明明都是前男女朋友 然后他们肢体碰触真的也都超少耶 我觉得蛮奇妙的 可是周末睽睽之下你碰触你的前任 没有有时候晚上的时候啊或是出去聊天的时候啊 也都没有也没有想要用肢体去做一些表达 就是连一些好像连很靠近也都没有 对啊很少就顶多摸头 然后还有其中一位有忍不住就是摸了他一下的手手 就这样而已 勾勾勾勾勾勾 就摸一下手手 到底要怎样 竟然还是演女生 哦会员真的听他笑真的很快乐耶 嘿嘿嘿嘿 不是这样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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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點16分現在收聽的是飛碟聯播網 每週一到週五下午1點鐘到3點鐘的 飛碟有一碟 我是歐馬克 我是瑪莉 等一下呢就要來歡迎我們今天的 邀魂女生李恩來到現場啦 I found a girlbeautiful and sweetI never knew you werethe someone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in lovenot knowingwhat it wasI will not give you up But it's time Darlin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holding mine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 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 But you heard it Darlin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Well I found a woman Stronger than anyone I know She shares my dreams I hope that someday I'll share her home I found a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 alright It's time It's time Darlin just hold my hand Be my girl Be your man I see my future In your eyes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 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I saw you in that dress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 you look perfect I ini No 到底是你隔不清这游戏的逻辑 还是我的童竟 让你会错译 全世界都扰着我宣传 关你喜不喜怀 只要我喜欢最赞 现在我数到三 一二三 立刻丢掉伤感 你就得来陪我玩 你就得来陪我玩 你就得来陪我 到底是你隔不清这游戏的逻辑 还是我的童竟 让你会错译 全世界都扰着我宣传 关你喜不喜欢 只要我喜欢最赞 全世界都扰着我宣传 要你来就过来 就别再摆高姿态 现在我数到三 一二三 立刻丢掉伤感 你就得来陪我玩 你就得来陪我玩 你就得来陪我 没有我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 只有我闻懂你的玩具 没兴趣 没兴趣回答你 太天真的问题 真可惜 换掉你 太容易 你就得来陪我 一点二十六分回到飞碟有一点 我手马克今天呢 呃在我对面目前坐着两位美女 一位是我的伙伴 广播女神吴玛丽 另外一位是 要来陪我们玩的李燕 欢迎 嗨大家好 我是李燕 耶耶耶耶耶耶 然后李燕呢 为我们带来了她这一次的首张创作专辑 叫做第六病房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 叫做陪我玩 然后这张专辑呢 是好久不见的概念专辑 就整张专辑是已经先想好了 然后一个每一首歌是每一个故事 我们请李燕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张第六病房 好不好 好 第六病房呢 它其实是 这个名称是源自于 一本小说 对 然后这本小说它就是 就是叫第六病房 嗯 然后 它其实原本它是在讲述的概念 就是讲 有好吗 还是没有 对不对 有好了有好了 有好了吗 好 有有有好一点 对 对 它就是其实是在原本来讲正常人跟不正常之间的区别 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的 然后它就是简单的概念呢 就是反正就是讲 每一个人都有病 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其实这个病不单指的是精神上的问题 可能也有可能是心理的一些隐性的病 然后或者是讲一些人格障碍 然后我就把它延伸到说我张专辑其实就有写各式各样的病 对然后到最后的一个转折是比较算是从前面的绝望然后到最后还是有希望的一个 好這個第六病房 我們剛剛一開始聽到 就是在專輯裡面的第一首 也是第一個case 然後這個case叫做陪我玩 每一首歌就是代表了一種狀況或是心理狀態 然後當然這個狀況延續很久的話 或是更加嚴重跟極端的話 當然就會變成病症 但沒有這麼誇張極端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們或多或少都有 因為算是一個光譜的話 可能有些人就是站在那個比較偏 有一點不正常 快要不正常的那個情況這樣子 陪我玩他是一個怎麼樣的case呢 他是在講自戀型人格障礙 對然後以自我為中心 然後對感情上就是對他來講像遊戲一樣 對一個心境 專門在講感情 對就是在對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不一定是講說愛情什麼的 然後今天沒有辦法讓大家聽第二首 因為第二首可能 NCC會來關切 所以我們只能用講的來講講 那第二case 2是在講什麼呢 是這一個我可以講歌名嗎 可以啊 他的歌名叫The End of the Fucking World 他就是在我其實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部劇 他是一個影集 你說什麼去他的什麼世界末日 對就是他其實是我看完這部劇然後寫下來 就是他比較像是一個社會邊緣人的心境 然後在就是他很在這世界他其實很孤單 但他找到他的一個夥伴 然後陪他繼續一起對抗這個世界 對我的印象中好像最後這一個 這兩個人他們找到彼此 可是其中一個開始想要變好 然後另外一個沒有 有嗎 他們不是最後一集變好了嗎 喔喔喔喔喔 太久了真的太久了 對那部蠻久的 你是看第一季 第一季結束而已對不對 喔喔喔他有第二季 他有第二季啊 我看到第一季結束的時候 然後看到那個我就覺得 這一部劇負面能量太強了 氣墜了 真的假的 我覺得超級好看耶 可是是會把你情緒 他可能是怕情緒會被帶往不好的感覺去嗎 好像 我有點忘記為什麼了 但應該是我覺得 就這樣吧 就是如果你要這樣子拖人家下水 你真的一輩子都沒有辦法 反正那時候我的感覺是這個樣子 我就不想再看第二季了 可是那部其實是厭世到很療癒 我自己的感受是這樣 但他其實也算是happy ending 你看完到第二季他是好的 OKOKOK 好所以這是我們的case 2 就是制式上所有的爛人爛事 對 然後他的比較 如果你要說比較有的狀況是什麼呢 就是比較躁鬱 比較狂暴的一個 心情 對 我們今天呢 就請李嫣老師來 老師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在音樂圈當中 很多人喜歡叫 就是玩音樂的人 叫老師 前輩 老師老師 對啊 錄音師錄音老師 配唱老師 您現在是歌手 您發片 您是李嫣老師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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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要學習的 好那李嫣老師 要跟我們講這個prescription 3 好 這一首歌 第三首歌叫做 比想像中還要寂寞的影子 對 他是在講一個孤獨症候群 對 就是我們在成長的過程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獨自一個人要去面對 然後會有那個 覺得不被理解的過程 那其實就是在寫 他孤單到只剩下印字 對 對一個一首歌這樣 那李嫣老師 你求學史是哪種類型的 求學 你的個性是哪一種孩子 我覺得我算是蠻獨來獨往 應該是說到大學之後 我就是很focus在我自己想做的事 我不會說下課花時間跟一群人一起說 我們要一起上廁所 不會 對對對 這次我會自己去上廁所 可是你是那種大家會很想靠近你的類型嗎 其實不會 蛤 可是因為你有這種神秘感 我知道 是不是你的瀏海的問題 你說大家不會想靠近我嗎 不是 因為現在你這個瀏海實在是太可愛了 大家都會想要 我大學就長這樣 那這樣大家應該會靠近你啊 不會啊 我會很想要認識這個人 對啊 我記得 我記得 好激動 我記得有人說對我的丁印象 會覺得我是怪怪的人 是怪怪 可是我覺得不是很詭異的 對對對 不是emo型的怪 我大學是會穿那種全黑 然後會有卯釘的那種 卯釘 搖滾感 因為我那時候開始玩團啊 然後就會覺得說可能要穿那種褲 那妝也會很嚴峻嗎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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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會 妝還是現在這個樣子 可是有些卯釘我就會有點害怕 沒有因為那時候學校會有表演啊 然後可能有時候要參加 然後就會穿有一點 只是一點而已 不會到很誇張 就有一點 那叫什麼 龐克感 對有一點那樣子 對 所以大家可能是有一點點距離 但是應該心裡還是想親近的 可是不知道怎麼靠近 這我就不知道 然後你又喜歡讀來讀往 就覺得我們有要經營其他多餘的關係 對對對 是 我們來聽聽李妍老師的影子 所有感受都麻木 不太感覺到痛 原來這卻是錯誤 那我想想什麼 我待在黑暗中看自己的影子玩遊戲 我待在黑暗中看自己的影子玩遊戲 真會兒 我待在黑暗中看自己的影子玩遊戲 我待在黑暗中看自己的影子玩 別說頑強藏匿了你的沈默 所有感受都麻木 不再感覺到痛 原來真全是錯誤 讓我剩下什麼 你笑看這一切 讓所有墜落 夜色頑強藏匿了你的沈默 所有感受都麻木 不再感覺到痛 原來真全是錯誤 那我剩下什麼 今天的影片有一點呢 李嫣帶來他的首張創作專輯第六病房 第六病房是俄國的文學小說 也是契克夫在1892年出版的這一本書 同名他又借了這一本書的名字 然後來講講其實我們現代人的心裡 難免都會有一些孤獨 寂寞 憤怒 厭世 就是看人不爽或是看自己太爽的自戀的這些事情 那整張專輯呢 聽起來就會知道說 李嫣非常的Rock 就是你剛剛說你大學那種搖滾樣貌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上搖滾的 其實就是大學耶 就是玩團的時候 對 大一的時候才開始接觸到搖滾 那那個時候的組團過程呢 你本來就已經會打鼓了嗎 不會 我是升大一的那個暑假去外面俄補去學 所以是先找到了朋友想要找你組團 不是 是先學打鼓之後然後去參加學校社團 然後找到一群想組團的人然後一起組團 對 是這樣子 我想知道團名是 欸 我忘記了耶 我想一下 怎麼可能 真的真的 因為那個 沒有活動很久是不是 沒有活動很久 一年多而已 而且他只是學校玩完 我們沒有出去 表演 就社會的時候一起 對對對 然後那種很長的那種 我都忘記了 很長啊 很長 這是他們曲 那種很中二 然後超級長的 那種那麼多 你怎麼會想要選鼓 因為我喜歡有律動感的音樂 就是比較 我喜歡挺有節奏感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選鼓 而且我覺得整個 我自己在高中的時候看 就是高中也會有熱音社 然後我每次經過他們的那個舞台表演 我就會特別關注鼓手 對 所以我就發現 在看表演的時候 在看什麼 就覺得那個是最吸引你的 對 所以我就想 那我也想要去學學看這樣 對 那現在呢 現在還會打嗎 已經很久沒打耶 現在就是認真在創作跟彈吉他這樣 對 剛剛私底下講的時候 李彥有說 其實你的創作量非常非常的多 很夠 然後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現在我們聽到的這個是第六病房 對 但其實第六病房的 它有一個前身對不對 如果你在那個時候 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我們聽到可能不是第六病房 對 因為我是到疫情中 才想到第六病房這個概念 因為我那時候是看到這本書 然後才覺得 那跟我的專輯 好像很多歌曲都是有連結 因為我是從我的那個創作庫裡面去挑 然後那時候好像大概挑六七首 然後就發現說 那好像都跟這個概念是吻合的 然後才把剩下三首覺得 那我好像還需要什麼樣的心情轉折 再寫新歌進去 對 是這樣完成的 那創作庫當中原本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那一張專輯會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可能不會以病為出發點 可能會把它包得比較 可能正向光明一點 對 你說想要還是給大家力量 那種感覺 但是後來發現 我好像做不太來 我明明就是一個無力的人 對啊 我明明就是很厭世 我為什麼要藏 所以你寫歌會覺得 有時候會好像寫歌的時候 會進入一個欺騙自己的狀態嗎 其實 不會耶 就是我這整張其實 應該大家聽得出來蠻誠實的吧 就是我要抱怨我就抱怨 然後我覺得很絕望 我就是很絕望 因為我覺得這些都是 每個人都會經歷到的情緒 沒有必要去把它隱藏起來 或者是我刻意要去包裝說 沒事我很好 創作已經是一個情緒的抒發了 如果你還要 我們平常活著就是有人格面具 可是如果你的作品還要再帶一個面具的話 是面具上面的面具 對 太扭曲了 對 沒什麼好害怕 你就開場吧 活在謊言的世界也太過虛偽 我只是一股四肢的廢物 不需要可憐我 當作我最後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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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值得留下 還有什麼值得留下 別嚇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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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來告訴我 明天會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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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別嚇唬我 你決開場吧 沒人在意的一眼也都算了吧 關機怎麼還不靠下 任世真的虛假 隨著夢想一起粉碎吧 還有什麼值得留下 別嚇唬我 我 別嚇唬我 別嚇唬我 明天會在哪 我 明天會在哪 明天會在哪 还有什么不能放下 别说了吧 虚伪的谎话早就停烂了 还有什么值得留下 别傻了吧 谁来告诉我 冬天会在哪 你就开枪吧 我们现在在飞碟有一点 时间是一点四十五分 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是李嫣 嗨大家好 我是李嫣 这张全创作专辑里面呢 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开枪吧 也是其中的一种 我觉得现代人很多的情况 不一定到 这可能是专辑里面所有的 病症跟情况当中大家最熟悉的 也是最常被提出来就是忧郁症 但其实很多人他们没有忧郁症或是觉得我自己没有忧郁症啊 只是忧郁情绪每个人都会有的 对 这首歌那个时候你是你的创作过程跟你的歌的结果就是作品 它中间是有连结的吗 肯定有啊 你说从创作到结尾吗 对啊就是你想到了什么或是什么事情让你写出这首歌 就是那个时候一直在撞墙期 然后因为说疫情嘛 然后导致所有的活动啊 然后跟谈的合作 然后都是舞 就是有一点迷惘说不知道自己到底 有没有办法达到说可以把作品发出来 就是一直重复这样的情绪 然后大概两年多 然后到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 就是心情最荡的谷底 就觉得说天哪就是不管是生活上的压力啊 然后还是工作上还是觉得 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伙伴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有一点像是走上这音乐这条路 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赌注吧 就因为它其实很不稳定 然后可能一开始因为我的妈妈其实也会 比较担心我走这一行会觉得说 不管是经济上的收入 还是说可能环境比较复杂 所以其实妈妈是很不放心 但是我自己又没办法做到我自己期望的那个样子 对所以其实对自己是有非常大的不满 然后跟失落 然后累积到情绪 到会觉得说很像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比喻说很像大环境很像一把枪指着我 就是逼得我喘不过气来 是这样的一个情绪 那在那么低谷的时候是怎么样 你后来是怎么样回到现在健康活泼快乐的你呢 现在也没有到活泼快乐啦 但就是 其实应该是说我到写完那首歌后 有好一阵子就是非常不快乐把自己关起来 然后到后来我有一阵子是有一点解离的状态 对然后就是我专辑里面的有一首主打歌叫 也不是第一次死了 然后他其实就有点算是我一个转折 人生的一个转折 也算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个情绪转折 他就是在讲说有点像是我有一天发现我自己没有任何情绪了 就是我可能不会难过我也不会愤怒 但我我发现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感到快乐 然后我那一阵子也完全没有办法写歌没办法弹琴 我发现我什么都不会了 对但是我发现就是那个其实是一个保护 情绪的保护机制 就是让我自己不要无限当下去 甚至是可能会有一些很不好的念头 对对对 所以到过完那个那个期间可能好像长达 我自己是三个多月 然后我后来就是我发现这件事情很不对劲 然后我就上网Google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真的有这个症状 就叫解离症 然后就是跟我自己的感觉是基本上是吻合的 然后我就有去看他说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有说就是可能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声音要问自己说 所以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开始慢慢把你的一些情绪跟感觉找回来 对然后才慢慢创作出这些歌曲 然后到后来自己开始就 我对世界好像有点感觉了 然后才慢慢慢慢恢复这样子 我不知道解离有一个这么 这么恐怖 对这么保护机制 因为通常刚刚听到说对任何事情都已经没有感觉 就觉得哇那你很快要进入到中狱啦 对啊 但他就有点像是一个刹车扭 就是让你说停止你不要在自己的轮回里面 所以让你是完全是无感的 所以就是你站在那个其实你就是在那个边缘 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是直接 向下坠 就掉下去了 有可能就会觉得 没有就是世界都没有任何的期待 然后都好黑暗 应该是说 我觉得这就是病逝感 因为我有发现我自己有这个问题 我发现我自己变得很不一样 所以我想要自救 所以我才开始去找 但是其实我也没有跟生命的亲友聊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会觉得有这些问题 我会想要自己解决 也不想让人家担心 所以我就自己在用创作的过程 跟就是找自己啦 慢慢把自己找回来这样 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 这首歌就是 也不是第一次死了 全都忘了 所有情网快乐 分恨不舍我全都失去了 反正早就烂了 早就坏了 任你随意在割 也不是第一次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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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几次一觉醒来也只能漫无目的的发呆 怎么会面对所爱还是这样的无可 怎么会面对失败却成了一种常态 第几次骗自己说一切会好起来 爱的恨的 好的坏的 我全都忘了 所有期望快乐 反恨不舍 我全都失去了 反正早就烂了 早就坏了 任你随意在歌 也不是第一次死了 也不是第一次死了 刚刚听到李燕在讲说他那一段过程没有情绪的那三个月的时间 每天早上醒来脑子都是空空的那一段过程 我听起来反而是有一点觉得 这不是大家在追求的 你说想要彻底的掏空自己的那种感觉 平静跟空吗 可是那是不一样 那是一种不开心的平静跟空 其实你也不会觉得自己不开心 因为你已经没有情绪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怪怪的 但是你讲不出来那个感觉是什么 讲不出哪里怪怪的 然后就会觉得 那那个时候是不是看到 什么东西全部都没有感觉 但你还是会持续去做 比如说看剧也好什么也好 但就是没有感觉 不是空坐在那边 就是你看剧就是可能 那个东西可能曾经你会觉得他很好笑 但你可能看他你就会觉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朋友约还是会出去吗 不会给朋友约 就是把朋友密我也不会回 那时候是完全封闭的状态 然后群组是那种可能 有一些那种大学群 然后有四五个好朋友 然后是都会固定约出去 然后那时候他们会直接有点 有几个朋友那时候就有点生气 但我也没有去解释我怎么样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你怎样 因为我就消失 然后他们就会直接在群组替我说出来 然后我就会直接装没有看到 我就觉得 又也是不回 我就不回啊 我觉得我连点都不点开 然后就让他累积到一百多封 没有朋友杀到你在按你的门链 说你到底在干嘛 有些人就会觅我说 活着问号 就是很熟的朋友会这样子 对 那后来有 他们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啦 后来我状态有变好的时候 就有跟他们出去聊聊 有时候我之前真的很不好这样 那他们说你要告诉我啊 对啊 可是我当下其实就是不会想说 我不知道怎么就是 就是这一次让你过了下一次怎么办呢 目前是还没有发生 但我自己会觉得说 其实那个状态你会不想去解释 而且你会很不想要听到别人 就是可能给你任何的好的不好的都不想听 对 然后或者是可能你会发现人家有对你同情的感觉 我自己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不想要有别人说你怎么了 那种我就会觉得加油 对 我不行 我不行 那你的什么事都要自己来的这种独立想要靠自己的心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想要靠自己 我觉得应该是从小我就蛮习惯说 我觉得好像是我比起我可能要去麻烦别人 那我会与其请别人帮我做 那我不如自己学习比较多事情 我可以自己有效率的完成这样 你也很适合当员工欸 为什么 这样比较适合当老板吧 自己 可是这样老板不是把自己忙死吗 我如果有一个离焉 就是我给你一个什么任务 反正你可以使命必达的感觉 可是员工 我没有想要帮你工作啊 对啊 我为什么要帮人家工作 你们两个不要再看我好不好 我就是一个比喻嘛 而且我真的在面试你们两个吗 同时跟我邀请怎样 我会只是面试也没有说用你们 我才不想要帮你工作欸 我自己会学 我自己会成长喔 我干嘛 你看我做这么多我就赚这么多 但我如果是员工 我做这么多我还是赚那样的 那我为什么要当员工 对不对 要做CP值高的事情 对对对 但这张专辑呢 虽然前面听了很多很多的情况 但最后是要告诉大家 一个开心 然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到底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你到底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